补总日常生活当中最常用到的绳结 我们首先大家看一下第一种绳结 这是一个施工作业高空下降应急逃生必备的方法和技能 打结的方法极其的简单 绳头从双圈中反至下方压住主绳再次返回上方 当双向受力整理的时候自动锁紧节点 节点绝对结实牢固可靠安全方便又实用 宁舌不开 第二种工程蝴蝶结又叫架线工牵引结脱车雕装防偏移结 绳子中间向内侧形成两个半扣 两个半扣从合合在一起之后底绳环大小自由调整 窜入前方双圈进行锁紧 双绳双向受力直接锁紧 处理完成的节点绝对结实特别安全可靠 使用 宁舌不开防偏移必备技能 大家可以学一学用一用 非常的不错 锁装定点定位 日常生活中拖车救援都可以使用的快速活锁结 绳环大小自由调节 感觉小了就拉动主绳 直接调整 调整完毕之后感觉适宜了窜入主绳绳环进行锁紧处理 形成的节点我们可以看一看 受力绝对安全可靠使用 非受力拉短绳快速解开快速收拾 第四种 钢磁绳脱车雕装 施工作业的时候发生破骨断骨 来不及插套来不及换绳 我们就学会这个方法 简单可靠 实用性超强的救援节 短绳穿入半扣 再次缠绕一周 双向受力 拉绳固定 拖车雕装 宁舌 不开扣 应急宠物节 家里边养宠物的都可以看一看这个方法 以快速活节起头 起完头之后 调整宠物脖套的大小 调整完毕 锁入宠物的脖颈 把我们副绳压住主绳 直接在主绳下方将绳头拉起 直接调整收紧 这就完成了 这是一个应急必备的方法 绝对不舍不开 不滑 安全 可靠 使用